我們來看題目吧 蠟燭放在突透鏡的焦點跟兩倍焦距這邊呈什麼性質 我不管你是用我的方法去記 還是用背 還是用任何方式 就是人家告訴你放在這裡你要記得呈什麼像 放在 如果你用前面記的焦點外式導力十項 兩倍焦點內式放大項 兩倍焦距外式縮小項 把這個重合疊起來你就知道 焦點跟兩倍焦距間應該是一個導力放大的實相 所以我們答案就應該要選的就是B 答案選B OK 好 請問你何者正確 如果你記得它的成像性質 你就會曉得誰是對的 如果你有記得剛才我們教過的成像性質 你就會知道誰是對的 我們找一個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有嗎 有2號 嘉瑜小姐 你選B 你說下 你答案選的是B 是對的 要成為縮小的像 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OK 請問你透過成像的實驗和正確也是一樣 你有記得成像性質就知道了 誰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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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案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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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的一樣 錯吧 1 2 剛剛跟你講過奧透鏡只有正力縮小虛項 所以B是錯的 突透鏡要成立棒大象 棒大象要在兩倍焦距內 然後呢 導力石像放哪裡 兩倍焦距外 顯然彼此衝突嘛 兩倍焦距外是縮小的導力石像 放大的導力石像 應該是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然後 奧透鏡要成縮小的正力虛項 奧透鏡有沒有縮小正力虛項 沒有 他只有放大的正力虛項在焦點內 所以豬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A是對的 豬透鏡有辦法成為縮小的石像在哪裡 兩倍焦距外 兩倍焦距外 就是你把這些成像的性質都記好記熟 你就會問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邊的立體跟練習 下一題 歷神拿透鏡放在5公分的地方 看了這個結果 請問你它是什麼樣子 你看到的是正力導力 正力 你看到放大縮小 放大 所以它是什麼樣子 正力放大 虛項 凸透鏡要在什麼地方 會成正力放大虛項 焦點內 所以 這是 凸透鏡才有放大的像 它一定是凸透鏡 不會是凸透鏡 然後它成為一個正力放大像 表示焦點內 所以表示5公分比焦距小 對不對 5公分比焦距小 所以表示焦距大於5公分 所以我們答案就顯得是A 好 請問你 用畫圖的 放在這裡 兩個喔 這長生怎樣 第一個 第一個 你要知道正力還倒立 第二個 你要知道放大還會縮小 縮小 放大還是縮小 所以那個要大之一點還是小之一點 黃色要變大還是變小 那個綠色的或是青色要變大還是變小 然後呢 要正力還是倒立 然後你就會判斷它的成像應該是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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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15 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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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 黃色的放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要成為一個縮小 它要變小 青色的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外 所以它要變大 然後呢 越靠近焦點 這樣就會越退後 這樣就會越退後 所以我們答案會選的就是豬 OK 請問您 長什麼德性 對於是仿照聯考去 會變成什麼樣子 它會成為一個正義還導力的像 那個導力是上下會顛倒左右會相反 啊還是怎樣 所以它會變哪一個 所以它應該是哪一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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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哥男有嗎 有賽哥男嗎 沒有 有賽哥男 26 出 26 出 你選出 你做 好 接下來 按 左 左 答案是一把按 上下要顛倒 左右要 相反 就跟你們講那個顯微鏡一樣 所以 左邊要跑到 右邊 右邊要跑到 左邊然後要翻過來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就是考成像 考成像 就是我們幾個簡單的練習 OK嗎 OK